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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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像瘫掉一样的 因为看图腾很累的呀 明白了吗 他给了你很多的愿力的呀 都给了你很多的力量了呀 因为你的大愿 因为他给你的力量呀 明白了吗 哎呀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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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 你看我昨天我我昨天我梦到有一个佛友吧 他不是发心给师父放生吗 昨天晚上我就梦到他了 就是梦里一年说 你本年你你今年有个官就是因为你放生 因为他给师父放生 你这个官化掉了 真是 你看 人家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的人会化掉结的 今天你讲了我就讲给大家听 不讲我也不想讲 因为我一讲的话 人家以为好像师父要你们干什么的 因为你要这个人很尊师重道的人化掉很多的结难的 因为你首先你尊师重道的话 你那些大菩萨 大佛呀 他们都会尊重你呀 他们都会帮助你呀 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呀 你今天能够尊重你的师父 你不就是能够尊重菩萨 尊重佛吗 这种孩子为什么有办法 对 人家说事实如佛 那你尊重你的师父就尊重佛 菩萨 对呀 你要相信的呀 相信的 所以很多人很可惜的 不尊重 你知道过去啊 过去很多人得罪人 一生不顺利 实际上犯了一个就是不尊重人呢 你说你不尊重普通人 你都会得罪人 何况你不尊重师父呢 天地鬼神都揭不容你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 以前我记得一位菩萨说 你师父受天地敬仰啊 我真的师父 我明白 真的 吃苦头 明白 师父吃很多苦头 整天被人家冤枉了 对对对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 不理解呀 这种有的时候对我的不理解呀 诽谤啊 师父听得像刀割一样的 但是我没办法 因为师父一定要救助众生的呀 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对对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那师父 你想 我不是梦到他 他不是因为他就是为师父放生吗 他这个官化掉了 是菩萨见他算是重道 拿他算是重道的功德给他化掉了 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 看到他有官 那当然了 人们就是放生了 就是把人家消除业障呀 他自己放生了 消除自己的业障 你帮师父 帮生活就等于你利用师父的能量来帮自己消业呀 听得懂了吧 哎 真是 其实说是真是帮人帮己呀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举个简单例子 好吧 你比方说你给红十字会捐钱 捐物 对不对呀 哦 那么你的总体的大方向 因为你的心很善良 对不对呀 但是你可能很多事情也不会当地 红十字会马上就会帮到你 如果你给当地你自己红十字会捐了 说不定当地的红十字会 他就会跟你的领导讲 他是个好人 你们应该多帮助他 就是有地方是啦 你听得懂吗 明白吗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 你看那个佛子听记以后上不是一个2020年那个 2022年那个赫厄大将军吗 他说这么一句话 心灵法门佛子还没吃素的趁早许愿吃素 戒杀放生 难道非要等到身体出了大事 才来求诸佛菩萨救度吗 可怜啊 那时候受着化疗放疗痛苦欲生的果报 寿命也会减去一半 不吃众生肉的人才得安康啊 贪图众生肉和众生结下冤结的果报 这些你们伤害的众生会轻易饶过你们吗 要有智慧啊 要听我们的劝啊 果报来了是不可思议啊 请问师父 他这里边说的一个那时候受着化疗放疗痛苦欲生的果报 寿命也会减去了一半 是不是打化疗放疗会减瘦呢 师父 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我早就讲过了 只要你受这些化疗放疗嘛 你肯定会减瘦的呀 减一半的话 减多少 减一半可能是最多了 比方说你今天如果生癌症 你已经是 比方说50岁了 对不对啊 你应该活到70岁 那么你减掉一半 这个化疗放疗之后 你只能活到60岁了 哎哟 是这个概念的 因为有癌症呀 癌症呀 对对对 因为生癌症的人都是地府挂号了呀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现在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 并偏年轻化 这是因为年轻人做恶事很多呀 他不懂得天地的那个规则呀 因为有的时候天地的规则 他根本不知道天上都帮你记着的 你今天做一件什么事情 你怎么可以不敬畏天地鬼神啊 都要害怕的呀 因为你要好好做人的话 你会下去的呀 明白了吗 哎 那师父 刚才你讲到天地 他们不懂得天地规则 天地规则是什么呢 师父 你开始一下 师父 天地规则就是 我们说不是不报是后会到呀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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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明白明白 好 谢谢师父的 师父 到了夏天不是有丸子老 有的人老招丸子吗 丸子老咬你 我们学佛了又不能杀伤 有什么好的妙法吗 师父 这个问题 有一个好妙法呀 拿风油精 万斤油 把自己的皮肤表面上擦一下 他就不会来咬了 因为他一闻到那种风油精的味道 还有万斤油的味道 他就会离开了 所以你怕他咬 你睡觉的边上 你把风油精打开盖子 把万斤油打开盖子 你放在你的枕头边上 多放几个 他闻到这个味道就不来了 师父 师父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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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谢谢师父的 谢谢师父的慈离开示 师父 下一个问题 那个鼻炎 鼻炎有 鼻炎是什么样的因果德 鼻炎有什么样的好的妙法吗 师父您慈离开示一下 从传统文化 鼻炎呢 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们说 你嗅到了很多不该闻的东西 你想想看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都很清楚 什么东西你不应该用鼻子去闻的 对不对啊 你想一想 什么东西不应该去闻的 你当过去闻过很多脏的东西 臭的东西 明白 这是因果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很多人这个鼻子有炎症的话 就是说明你做过很多滥事 明白了吗 哦 那怎么化解呢 师父 你慈离开示 鼻子呢 跟喉咙啊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你就看 只要鼻子一不好 喉咙一定痒 因为有病毒感染 所以病毒感染 实际上就是你的鼻炎膜的冲血啊 肿胀啊 增生啊 或者萎缩坏死啊 实际上 这种过敏性的鼻痘炎 就是代表第一 你过去的业障 你看还有很多人花粉过敏 对不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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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过敏很厉害的 实际上就是你的鼻腔里面拥有的 滋生了很多的细菌 嗯 嗯 那么 这些细菌呢 实际上堵塞了你的鼻痘 那么鼻痘炎又出来了 那么像这种 用医学上来讲 跟你的 啊 跟你的呼吸系统 跟你的肺啊 跟你的咽喉啊 都有关系 那么你要干净啦 少接触啦 嗯 但是从前世来讲 你这个喉咙 你会做错什么 那么就是讲人家不好 而且喉咙不好的话 它不是两舌 它是恶口 所以你去看 一个人如果讲出来声音很粗的 这种声音啊 一个女人如果声音讲出来很粗的 他上辈子骂人 这辈子也骂人 哦 听到了 这个男人啊 喉咙沙哑的 比方说很难听的声音啊 像叫一样 像动物叫一样 这种人就是上辈子的业障 他什么业障呢 他就是经常经常的骂别人啊 伤害别人啊 所以你去看 你讲话是不是有鼻音的 每个人声音只要发出来都会有鼻音的 有的人鼻音重 有的人鼻音小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鼻子就是跟你上辈子的骂人都有关系 而且闻了很多不该闻的东西 比方说刚刚杀掉的一个悲情走兽 你一闻 哎哟 好香啊 好了 下面就给你寄了 灵性就往你身上跑了 明白了吗 哦 原来这样 师父 那师父 那有的电台主持人他的声音很好听啊 这个嘛就是上辈子人家说红法呀 做好事情呀 哦 赞美别人 啊 这种是 啊 哦 赞美别人多的人 口吐莲花呀 经常骂人的人 对对对对 啊 还有写东西写给人家骂人的人 你去看好了 都会有很多报应的 有手啊 胳膊经常酸痛啦 经常骂人的人啊 鼻子会堵塞 鼻子会痒 流鼻涕啊 像这种过去 人家说前世的阴啊 经世的果呀 鼻子 就是骂人的 骂人的果呀 哎呀 真是 那你看师父有的人一场感冒就引起了鼻炎了 对呀 这是为什么他的鼻子跟他的喉咙有痰啊 堵塞啊 全部都有关系的呀 多年解节奏 多年解节奏 哦 解节奏 怎么体球呢 师父 你说多年解节奏 怎么跟菩萨体球呢 比如说 我就忏悔 我就忏悔我自己前世所造的口验 然后 最主要是忏悔自己的口验 你对着讲 口验啊 鼻子就是跟口验有关系的 哦 哎呀 真是明白 明白了 明白了 哎呀 一切都有因果 师父您不讲这个鼻炎 我们还真是不了解 真是这样 那师父 你讲嘛 师父 晕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晕痣呢 有佛有问 晕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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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血有两种啊 晕血嘛 你比方说血小板减少了 嗯 还有嘛 有的时候 一个人啊 血压太高太低都会晕的呀 血糖太高太低也会晕的呀 实际上就是 就是我们说不平衡呀 就是内分泌不平衡呀 听得懂吗 哦 内分泌不平衡的话 人就会晕呐 那么如果你从 你从全学上来讲 就被人家 被人家拖下去打了呀 哎哟 哎 如果你是个好人晕血的话呢 就是到天上去了呀 临时到天上去 醒过来之后 他会记得在天上的情况的呀 哦 你是一个坏人 你晕血你就下去了 是这样吗 师父 被人家带下去呀 折打呀 什么都可以的呀 减瘦啊 都可以的 减瘦 哎呦 原来是这样 那你看有的同学小时候不怕打人出血 成年之后 一成年后就开始晕真晕血 哦 原来是所造的善恶嘞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呀 晕血的话 我刚刚说跟内分泌 那个紊乱有关系 比方说 应该喝水的时候没有水喝 不应该喝水的时候拼命喝 生活没有规律 生理上没有规律 造成荷尔蒙的分泌失调 失衡 过度的劳累 过度的激动 你看看 你很多人打麻将打了就昏过去了 对不对呀 你喜欢吃一样东西 你拼命盯着他吃 你就会内分泌失调呀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要吃吃 那个要吃吃 不要忌口啊 很多人很忌口的话 你就会有麻烦了 环境不好啦 心情不好啦 过量饮食啦 全部都会造成你内分泌失调的和紊乱 明白了吗 那所以明白了 所以师父讲的要忠用 做事也都要忠用 对呀 你不要去 不要去过分的把人家刺激人家 也不要过分的去伤害别人 对不对呀 你说你有时候你有报复的心理 你没有办法 但是你过头了 你会伤害自己的呀 因为伤害别人 最后自己会痛的呀 对 明白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那师父 有同修在打电话的时候 就打您电话的时候 师父指出他过去的一些问题 因为忘记了或者是不了解等原因 他直接否定了师父 后来挂了电话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师父说的是对的 他很后悔 他请问在广播里否定师父所说的算不算 不尊是中道呢 师父这个问题 肯定的啦 一定的啦 哎哟 那你说说看你当了这么多人的面 对不对呀 你说你当了这么多人 怎么办 你当了这么多的人 你否定了之后 让很多本来将信将疑的人听了之后 他只要说不相信了 你不就是伤害了法门了吗 伤害了师父 还伤害了别人的慧命了吗 慧命 是啊 他会造成有些初学者听了广播 会对师父产生误解 哎呀 师父怎么说的 不对呀 他否定了 对呀 哎呦 这就像 你这个就比人家在网上攻击我稍微好一点 那他需要 他知道错了 师父 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这个问题 这个嘛 讲老实话 根据自己的 根据自己的能力 明白了吗 嗯嗯嗯 明白了明白了 但是人家有的佛友很聪明啊 当时他否定了师父 他后来又打进去了 又承认了 这要是不是会很好啊 又忏悔又错了 这个好一点 只是弥补 弥补总是 弥补是总是在发生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嗯 最好在发生之前 就不要去让自己造成自己后悔的因素 你一个人已经让自己造成了这个 这个伤害别人的因素的话 那你已经伤害别人了呀 总不好呀 是是是是 明白了明白了 哎呀 你要相信你的师父 不要你要 真的 你不要去怀疑 师父讲了你 你你你之后你再考虑考虑 再反思反思 不要那么快去下结论 对呀 不要这么快下结论 你说我想一想 你就不造口验了吗 没有 肯定没有 那你不造口验 你说一个人 很多人 我这种人见多了 我跟他说 啊你过去忘语什么 我从来不忘语 你说可能的啦 哎呦 哎呦 我说你过去伤害别人 我从来不伤害别人 你说可能的啦 哎呦 我看到的都是他的大业障 伤害别人的大业障 他都说 他自己没伤害过人 很多人伤害别人 自己都不知道啊 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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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 师父 业障比例与境界有 有关系吗 业障比例与人的境界 您开始一下 当然有关系啊 你境界越高 你业障越少啊 你境界不高的人 才会不断的有业障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你讲过业障比例在20%以下 他的境界是 那就对应的哪一层天了 是这样吗 对了对了 就是欲见天至少了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 你如果10% 这个业障比 你10% 你就基本上可以超出六道了 就是菩萨的境界了 对了 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 开始 那师父 那问个案例 就是很早有一期节目 不是有一个男众突然安详往生吗 之后他的妻子才修 给他烧送了200多张小房子 你说他已经出六道做菩萨了 这个男众是48岁 是天上菩萨下来的 为还妻子一段情 节目里 他说 就是说听了这么多年的图腾 他是为 就是很少有进入菩萨道的意思 因为生完道 圆绝道嘛 一般都是到生完道 圆绝道 那你说 他道 师父是说明想修到菩萨道 非常非常难 什么样的弟子能修到菩萨道 请师父此理开示一下 卢力薄斌啊 完全守戒啊 实善道经常去做的人 根本要重善奉行 诸恶不做的人 才能修出六道的呀 你否则做菩萨 哪有那么容易 像你们碰到事情就跳 就闹就叫 怎么能做菩萨呀 自己讲出来丢脸不丢脸啊 你叫人家叫你菩萨呀 你自己自己修不修啊 对不对啊 你说你叫人家叫你菩萨 人家叫你 哎呀你菩萨叫你 你说你敢答应吗 不敢不敢 不敢 那请问卢菩萨 如果有人 他不是在天道吗 就是说家人在天道 如果把他抄到 抄脱六道的话 这个就是他那子女 是修心灵法没的 他能直接上心灵净土吗 师父这个问题 师父 他如果能够出六道 他就能到心灵净土 因为六道和四圣道 这是一个界限 这是个须弥山 这里的界限 越过须弥山 你就直接出六道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那师父 同修分享过 就是家里八十岁的老人 修了五年 往生后超脱六道 后来年图腾确然 已经到了生文道 家人就经常献身说法 以这位老人的实力 去鼓励别的同修 那么他在生文道的老人 会不会也有功德呢 师父这个问题 您开始一下 那当然有功德了 绝对有的呀 你像个菩萨 跟我们多近啊 他就是到了生文道的话 他也有功德呀 只要不功高我慢 能够拿他的利子 去教育更多的人 能够 因为他的利子 能够得一个会命者 他就增加一份福慧呀 就是在天上 他增加的就是他的能量呀 明白了吗 能量 那他以他的利子 来在人间现身说法 如理如法的现身说法 那这个老人是在生文道 会不会到更高一层 圆角道呢 师父 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最主要 还是靠他自己本人的觉悟的呀 你外应是条件 内应是根据呀 对不对呀 你内应不改变 你外应条件再好也没用的呀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这个人脚不好的话 不能走路 只能撑着拐棍 我给你运动鞋穿上 NAC的 给你最好的运动的东西 叫你走跑步 你跑不了的呀 听不懂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为开事 师父 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 安时卢军红台长 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师父 感恩师父 他们的业 他们自己背 师父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父好 你好 弟子跟师父请安 师父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 好 我问几个问题 就是师父前镇子录音里面说 亡人来梦里 我们欠亡人 或者是亡人欠我们的 他都会来的 那同修想请问 为什么亡人欠我们的 还会来要小房子呢 亡人欠我们的 是说明你跟他的冤结 还没有断掉呀 就算他欠你的 他要来还不了 他来还的时候 他还你的时候 我问你 是不是跟你有冤结了 对 有冤结要不要还来还去了 哦 还来还去的话 就算是他欠你的 那他给你了 他还你了 你是不是也要还他了 哦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到你家里来送东西 虽然这个人是欠你的情 他给你送东西的 你能不还他的情吗 呃 不能 好了 听懂了吗 哦 明白了 听懂了师傅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我们 就是师傅常说 我们做错事情 念礼佛念到自己 没有芥蒂就好 同修想请问 怎么分辨自己是 呃 自己有没有芥蒂 是自己忏悔干净了 还是同修太容易原谅自己 自己以为自己业障消掉了 不想了就没了 这个是这自然的东西 如果你念到后来 自己都不想这个事情了 想不起来了 这就真的没芥蒂了 嗯 你想得起来 你还用你的意念去把它化掉 你比方说 啊 你欠这个人的 你一想想起来了 哎呀 这什么什么什么了 我欠他什么了 他也欠我的呀 好过一会儿 又想起来了 听懂了吗 嗯 就想起来肯定就是 对了 又想起来了 就说明你跟他根本 这个芥蒂没有化掉呀 只是你用你的人间的一种解释 想化解跟他的冤结 实际上化不掉的 真的化掉了 想都想不起来了 听不懂啊 嗯 听懂了师傅 嗯 当然师傅 还有就是梦见自己的血是蓝色的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的血是蓝色的 你要注意你的性格了 你的性格正在变化 血应该是红的是热的 蓝色的就比较冷酷了 所以人家说这个人的血很冷啊 对不对啊 嗯 冷血动物 你去看那些会吃人的 那些狮子老虎啊 那些大的狼啊 豺狼虎豹啊 他们的血都是凉的 听得懂吗 哦 那不是跟他身体有关系哦 不是 就是血液 血液循环如果冷的话 跟你我问你 你我问你性格跟身体有关系吗 嗯 有的 好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 世川商家的婚纱 并且在商业平台发布 世川的照片和世川的感受 以帮助商家做宣传 从旋旋上来讲 这样是否会对世川者的婚姻 有不好的影响呢 那肯定的啦 又拍照片 又是闪光灯 就是告诉天地啊 所有的神灵 就是我结婚了 嗯 我结过婚了 嗯 就是这样的呀 所以我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很多人根本不懂的 你从小 有一个人 我不是后来跟你们讲 你们大家很多人去查了吗 做过人家伴娘的 伴郎的 婚姻一直不好 一直找不到 嗯 后来你们都验证了呀 都验证了 这个事情 对对对 好了 嗯 好 这不一样啊 当然师傅 这叫硬掉了呀 这叫硬掉了呀 对对对 好 当然师傅 还有就是 童收得了初期的乳腺癌 他已经动过手术了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自己 从洗衣机里 往外掏 洗好的衣服 结果捞出来的是 一捆一捆 整整齐齐的电线 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千丝万缕啊 离也离不干净 洗也洗不掉啊 前世的业障啊 很重啊 这还不懂啊 还是业障重啊 听懂了吗 好的 听懂了师傅 感恩师傅 所以很多人婚姻不好 比方说身体上有什么这个缺陷了 或者怎么样了 很多女孩子 她很有骨气索性 她就清修了 对不对啊 嗯 明白了吗 就这样了 就是给你在妇科上长病 或者在男的那种 这个男性方面的生理病的话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 你要节制了呀 这还不懂啊 为什么在这种地方生病啊 这种地方就是邪淫啊 这还不懂啊 嗯 嗯 还有就是同修上香 祈求南京菩萨帮助化解 和之前接触的几位通灵人的冤结 让双方都断圆了无瓜葛 她午休时候梦到南京菩萨的像横过来了 请问是什么意思 她要什么瓜葛啊 什么断了什么瓜葛啊 就是她和几位接触的通灵人有冤结 她想向祈求南京菩萨化解和这几位通灵人的冤结 让双方都断圆 明白了 南京菩萨向横过来了 对对对 她没有请到南京菩萨呀 横过来嘛就是没请到呀 叫她再请呀 还是没有求到 再请 平时对南京菩萨拜佛的时候不认真呀 你对南京菩萨要也要认真拜佛的呀 我们人的毛病就是这个心理不一呀 我们说有分别心呀 哦这个是观世音菩萨 哎呦都拜本 观世音菩萨 她是无分别心的呀 看见南京菩萨 一般的菩萨 拜拜就好了 人不能有分别心的听不懂啊 对对对对 好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请问师傅 就是家里的门槛石应该用什么颜色 就是过门石 啊过门石头是不是 亮一点了 嗯是黑色和灰色不能用吗 和红色比较好一点 红色不行也是阻碍呀 哦 那黑色和灰色呢 黑色们更不好了 黑色倒霉呀 嗯 不懂啊 一脚踏黑 那那个 你走进门 你脚就踏到黑里边了 脑 脑残的你呀 小丫头 哦 对对对 不太好 然后那个黑色的门框呢 肯定也是不好的 对呀 一脚踏黑呀 这脚 所以很多人叫你倒霉 你去看看你家的门框 不就知道了呀 有的人 你看看看一脚踏进去 就是黑的 嗯 你看找得到光明了 哎 对对对 好感恩师傅 此为开始 还有就是 菩萨像的脸 被油灯熏的 有些发黄发黑了 同时用清水擦了 但是擦不干净 请问是否可以用干净的毛巾 蘸着小苏达或者是洗笛叶擦 一边念 心静一边擦呢 可以是可以 但是不要把颜色擦掉就好 哦 千万不能把颜色擦掉 否则这尊相你就毁掉了呀 不能用 菩萨像如果变形了 你说还能用吗 不尊敬的呀 不能 对 嗯 好 好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有同修煲了汤之后 他只喝汤 把里面的食材就倒掉了 其他同修劝他不要太浪费食物 他说他不吃的食物倒到河里 喂鱼就不算浪费 请问这样喂鱼是否如理如法呢 会消福报吗 他喂鱼把汤一起倒下去啊 呃 他把汤喝了 但把里面的食材就是食物倒掉了 然后去喂鱼了 不是啊 就把那里面的食材倒进去喂鱼 是不是 嗯 对对对 这就但是让鱼清补凉了 包汤了 脑残呢 你这种东西 鱼能不能吃也不知道啊 喂鱼是这么喂法的啊 就是汤已经喝了 对啊 因为里面渣他不吃的 我在问你啊 你自己都不动脑筋的 我跟你说 人家把吃剩下来的东西你吃不了 你终生平等性 鱼是专门吃鱼食的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瞎搞 真的 渣渣 还是不要喂鱼 还倒进去还喂鱼呢 对不对啊 你说说看 那如果 正好这个鱼啃到一根 啃到一根什么 什么什么竹笋 啃都啃不动 又啃到一根什么西洋生 嚼都嚼不烂 哈哈哈哈 补过头了 那直接倒到垃圾桶里会 嗯 鱼补过头了也 也不行的 倒掉了 倒掉了 你不吃了就倒掉了 倒掉 好好好 感谢师傅 嗯 还有就是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师兄 他近期一直在帮助外地的师兄带放生 今天他梦到别人给他放生 他想请问这是他带放生有了功德 还是他自己也需要大量放生呢 做梦啊 对 做梦 梦到别人给他放生 别人给他放生啊 实际上他在帮别人 啊 那就是他帮人家放生 就是自己有功德呀 就是这样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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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待会再试着打吧 现在没声音了 好吧 喂你好 你喂 师父你好 啊 哎 弟子给师父请啊 师父您辛苦了 啊 今天有几个问题 想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有一个同修 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学博法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他是觉得有好多问题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觉得 看什么都没有问题 像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什么情况吗 有两种情况 一个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的话 可能是进入一种我职吧 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哦 一种误判 也可以说自己都懂的 你去看有些人路都不认识 他在前面开 人家问他你认识吗 他不认识 那往前开总是对的呀 对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他他有时候还觉得 是不是快要学习了 所以才没有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些小孩子觉得自己活够了呢 嗯 嗯 谢谢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师父能不能 开始一下愿望和愿力 什么算美好的愿望 但是他又不能构成愿力呢 愿望 比方说 你这个人觉得 自己 我愿意去做某一件事情 我希望能够成功 这叫愿望 明白了吗 嗯 还有的 还有的一件事情叫愿力 我今天愿意 有这件事情我去做 但是呢 我没想很多 我没有考虑到他最后的结果 我只管修行不问收获 这叫愿力 听懂了吗 嗯 愿望 他是有欲望在里边的 愿力 他是没有欲望的 听懂了吗 他没有欲望 那如果比如说是 美好的祝愿 比如说是 嗯 祈求佛友们能平平安安 这种是算愿望还是愿力呢 这个是算愿力呀 这个算愿力 你说我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我这个愿望 这个望只在里边了 就麻烦了 听得懂吗 好的 你愿力 我去 我愿意用我自己的能量 来帮助大家平平安安 那么这个不就是有功德了吗 对 对 嗯 好 谢谢师傅 师傅有一个同修 他是个老妈妈 他梦到 有一位年轻的 呃 男女师兄正在过一条 很脏的河 但现实中 那个男师兄 他是没有女朋友的 然后这个老妈妈本人 他在河边的泥坡上 坡很滑 也很脏 他想叫那个过河的男师兄 帮他下坡 然后 呃 那个男师兄 那个男师兄回头去帮助 这位老妈妈 这个时候 河水就变清澈了 水没到了男师兄的上半身 斜坡也没有泥土了 但是这个老妈妈 没有等到男师兄的帮忙 梦就醒了 请师傅 当心啊 这个老妈妈跟这男师兄 要保持距离啊 哎 这个老妈妈年纪很大了 哎 管他呢 这个情情的事情 没有什么年纪的 不分年纪的 82岁的 82岁的科学家 不是娶了个28岁的吗 哦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其实就是他们之间 是要过去生中的情 过去生中的情 今生学佛的感 就是这样 情感 好的 好的 感谢师傅 师傅还有个问题 少接触 哎 好 老奶奶喜欢孙子 有的都是前世的姻缘 很不懂啊 好了 听得懂 谢谢师傅 嗯 哦 师傅 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一个人走路都没有声音的 从寻学上来讲 有什么道理吗 这个人第一 非常小心谨慎 第二 这个人鬼的很 哦 嗯 鬼走路没声音的 飘的 对 听懂吗 这个人如果 当当当 走路很响的 这个人是自我膨胀 所以从一个走 人走路 你都能够 看出来这个人的性格的呀 对 对 你看看有些女人 风骚得不得了 走起来 恶行压迫的呀 对 听懂了吗 听得懂 嗯 你走着一个女人走路 就在咚咚咚 不是男人性格啊 嗯 你一个女人走路 很注意别人观察她的 这个人是不是自恋狂啊 对 呵呵 你还想听 我可以给你讲两个小时 呵呵 啊 哦 好的 谢谢师傅 以后等了你变老太婆的时候 我讲那给你听听 呵呵呵 那就是 经常喜欢照镜子 也是自恋狂 经常喜欢照镜子 就是太在乎别人 对她的感受了 不叫自恋狂啊 是的 对不对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整天是 担心别人 看了你这里难看 那里难看 你把自己脸上 一个痘痘弄的嘞 事不过去就是 我碰到很多人跟我讲话 把自己手遮住自己脸 这一个部分 你看看 我说你手遮什么 一拿出来 我反而注意你这个痘痘了 本来你就这么出来 我都不注意你这个痘痘的 你说是不是啊 对对对 啊 神经啊 痘痘们长痘痘也是很正常的呀 啊 对 谢谢师傅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 嗯 我们经常说 心态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是不是因为自己心中的贪更自私导致的呢 对啊 那如果 对啊 完全正确啊 不自私的人怎么会心态不平衡啊 要了要了多了还要多 好了还要好 看见别人要嫉妒 看见这个要嫉妒 看见那个要嫉妒 整天觉得不满足 你说这种人心态好不啦 不好 好了 那除了要好好念诵心经以外 是否可以许愿十万遍七佛灭罪真言 可以 来灭除 可以吗 可以 哎 好的 谢谢师傅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嗯 嗯 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法布施的时候 有就是去转发一些同修很发心自己做的平台 他其实里面一些内容都是师傅的一些佛言佛语和博客上下载的 但是有时候他里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小分享 就想说我们这样转发他这个平台的话 会不会有小业障呢 你主要是看他把师傅的比例放多少 而且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经常乱说 如果这个人平时很稳稳当当的 你自己看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转发的 众善奉行 如果他严重偏差了师傅的那些佛理佛法 那他自己搞一套 那你去转发他你就有业障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好的 谢谢师傅 师傅 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分享 就是我外婆今年91岁了 然后因为我一直在这边不能回国 心里其实就是一直会很记挂外婆 希望她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然后可以好好念经 然后外婆一直是念着基本的功课 妈妈也没有算是特别的精进 也就是保持着念功课和小房子 但是这次很发喜的就是 我在上香的时候和菩萨说 希望菩萨能加持外婆好好念经 希望她的余生可以更加佛缘 希望菩萨能照顾外婆 然后有一个灵感就是想给外婆设个小佛台 然后就非常感恩国内的师兄 他们很迅速的结缘了一个小佛台给妈妈 一开始妈妈还不怎么同意 说外婆能每天念经已经很好了 不要给她压力 但后来菩萨就一直加持我 我就和妈妈说 希望外婆能看见菩萨就能想到 我是我的一份心 然后就很顺利的给外婆请了小佛台 外婆也很开心 然后外婆是两边住的 有时候住在舅舅家 有时候住在自己家 然后妈妈就让舅舅在外婆不在家的时候 也要每天上香 所以内心就是很感动 是啊 你救了一个人的会命了 这个已经不是你的外婆的问题了 你是在救人会命啊 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 就是一直想向师父跟菩萨学习 希望菩萨跟师父能加持我的外婆 保佑她能好好念经增加佛缘 希望你帮助更多的外婆 听得懂了吗 那你就是菩萨了 你帮助自己一个外婆 那你还不是菩萨 你要是帮助千千万万的菩萨 和外婆你就是菩萨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我一定一定向师父学习 师父有个同学他有一个佛台的问题 我让他问一下好吗 感恩 师父您好 弟子给您请安 有个师兄呢 他做了一个贵式的佛台 之后呢 那个佛台里面就是可能平时要关着 想请问师父这样的话 里面的灯要装一个射灯 要24小时开放吗 用不着的 关掉就不要了 不要开 因为他觉得平时如果关着里面暗暗的 会不会对整个佛台的气场不好 不会的 不会哈 你以为你这个小小的一个门关的 把那么菩萨在里边你还要放点氧气吧 那那如果是他上完箱都打把门关上那个灯 不要马上关上 上完箱还有烟呢 先开一点 就是留一条缝 两条缝的 让这个烟能够昂出来 等到完全灭了再关起来 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太暗的话 你你还准备跟菩萨弄个灯 你以为菩萨在里面啊 哈哈哈哈 他是这样怕菩萨太暗了 哦 你叫他自己拿个手电棒坐到里面去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 之后他因为是贵式的佛台 他佛台可能 三水化找不到非常合适的尺寸 想请问师父一下 就是如果 好呀 剪呐 但是我们剪呀 硬大硬小都可以的呀 师父 如果是有大一点尺寸的三水化 但是呢 我们为了把那个中间那座普陀山放中间 就关世音菩萨的背景山放中间 可能在右边的那座山 可能我要剪去10到20厘米的话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都可以 呃就是呃可以是吧 嗯 没问题了 好了 好 师父可以做个简单的分享吗 快点了快点了 我是在2019年7月的时候 开始用三大法宝许愿放生 去针对我眼睛的业障 之后我戴眼睛开车嘛 之后戴眼睛快十年了 但是这次因为许了108张小房子 和10800遍的往生 之后和放生1080条鱼 第二天我就可以不要戴眼镜了 感恩屠杀 这么厉害 那说明 说明你前世的功德很大 一求90的人就说明他的功功德很大的呀 对以前求过几次 但是怎么都就是还是要依赖眼睛 但这次不知怎么的 自从许愿了马上可以戴 就是除了开车 功德圆满 感恩师父 之后 师父之后呢 我念完第一波 其实打通过师父电话 师父说我许愿的还不太够 都跟我开设一波小房子 像对应到目前为止都还好 师父给你开设多少全部有加持的 我跟你说多少遍肯定没有加持的呀 这不懂啊 那师父那现在有个问题困扰了 我就是我现在不用戴眼睛 平时就是但是有个眼睛 在左眼的时候经常会流眼泪 无名的流眼泪 之后我有个师兄 他的孩子两岁也是有这个问题 想请问一下师父 这是前世的业障 还是眼睛有炎症需要去检查呀 前世是鳄鱼了 鳄鱼的眼泪 自动会流的 师父那我应该继续跟随 记住了 这个很好办 听懂吧 那个眼睛经常流眼泪 说明你是你眼睛不好 视网膜里边有衰老现象 血脉运行不好 赶快点眼药水 注意眼睛的保养 说说眼保健操就会好了 这跟业障没关系的 听不懂啊 我懂了师父 要吃护肝片吗 有师兄建议我 如果是 不是护肝片 眼睛跟肾脏有关系的呀 肾脏和肝都主演的呀 听得懂吗 问题就是护肝片的话 要看你什么年龄的 你现在几岁了大概 四十几啊 三十六师父 我妈很想 三十六 三十六 三十六这么大了 三十六倒过来不就六十三了吗 师父我永远年轻啊 年轻年轻 那个 你这个 你这个 吃点护肝片 并不是一件坏事 如果你过去吃荤 吃了很长时间的话 你去查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脂肪肝 如果有脂肪肝的话 以后就会 肝硬化 听不懂啊 好的 就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对呀 没有关系的呀 肝 主名 名目 就是眼睛 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肾脏也是的 过去 你去看过去那些 坏女人啊 坏男人 这种 邪淫太多了 他们的眼睛个个都不好的 听得懂吗 太坏了 前世啊 前世啊 你今世很好 今世很好 谢谢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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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问一个 小佛台的问题吗 师兄的 快点啦 全部时间给你们啦 马上马上 童修设了个小佛台 但他不久都梦到 自己房子下雨 就漏雨了 地板上都是雨 他就在梦里 就把小佛台 一起抱到外面去 外面的那个 后院 后院本来是有棚子 但梦里呢 也是全部漏雨 刚请问一下 师傅 这是现实中的 小房子质量有问题呢 还是他小佛台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这个 如果家里做梦 做到漏雨的话 真的会有一些麻烦的 听得懂吗 有些破碎 可能语言破碎了 感情破碎了 但是呢 这个还是有 要看雨大雨小的 这个一般下雨 代表的感情 雨大不大了 感觉他描述的还挺大的 那要当心了 好吧 因为 因为 对啊 因为这个 毛毛雨就是幸福呀 在异梦当中 如果毛毛雨 就是一种幸福的象征 听懂吗 听懂了 最后他的小佛台 因为我家人还有吃婚吗 他想说可以在后院 有棚子的地方 把灯开的很亮 晚上可以在后面上降吗 不行不行 一到空旷的地方 棚子外面就接地了 不行了 鬼都会来的 不行了 而且他对面有个小鱼池 是不是要尽量避开 别搞了别搞了 好 感恩师父 你还不如不上香 上新香的 你要跑到后院里面 外面空的 你这个地 哎呀 我不知道来多少呢 你就麻烦了 好的好的 好了 好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 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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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要当自己背 再见 喂你好 喂你好 师父 呃 你好 你好 感恩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呃 师父 我们有几个问题 请问一下师父 讲吧 嗯 对不起 呃 师父 就是佛台的尺寸 小佛台的高度 就是最最低要多少 多高 小佛台 没有关系的 不是大佛台 小佛台的 大佛台一定要眼睛 人站在那里 菩萨的形象 不能低于你的眼睛 嗯 听得懂吗 哦 听得懂 然后你小佛台的话 就随人了 但是呢 也不要太低 至少坐下来 超过你的腰 嗯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好 感恩师父 呃 第二个问题 师父开始说 炼完美 变礼佛 后可以念三遍大佩咒 或三遍心经 然后再接着念礼佛 那么念自存的 入肝变礼佛 也可以这样 这样练吗 都可以 实际上大佩咒 就是增加你的能量 你念出来的小房子 能量就比正常要好很多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那念礼佛 练完 练一遍心经 可以吗 可以的 都可以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然后下一个问题 同修的佛台 是在大厅的落地窗边上 早上六点 和晚上十点的时候 上下 天若是黑的情况下 请问可以开落地窗吗 呃 最好不要吧 哦 嗯 因为到了晚上的话 除非是夏天 好吧 冬天的话 最好不要开了 嗯 好的 那他那个 啊 窗帘可以拉 就是拉下来吗 可以可以 窗帘大来 就是他 可能落地窗要开了 透下去 那因为减香的时候 然后 可以啊 窗帘拉下来吧 窗帘拉下来 落地窗就还可以开着 对吗 啊 开一会儿 嗯 啊 好的 感恩师父 啊 下一个问题 清洁油灯 是否可以让我们 清除夜葬开智慧 清除任何佛具 都是让你 啊 射受心态 射受你的这个思维 能够迷破迷开悟的 所以 插佛灯啊 插佛具啊 都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那插油灯 可以顺时针方向 转动油灯吗 插油灯是吧 嗯 可以的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那就是我们在 呃 供油的时候 师父 您开始一下 怎么样 祈求比较合适 供油灯的时候啊 啊 对 供油 就是 给菩萨 供油的时候 给菩萨供油的时候 你自己最好念心经呀 这就是心灯呀 你心明眼亮啊 所以供油灯嘛 人家说眼睛好的呀 听不懂啊 哦 听得懂 那 比如说给 可以给自己家里人 或者说可以给 有缘众生 供油吗 就让 让 有缘众生 早日 就是给自己的 有缘众生 供油 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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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做了这么一点点功德 哎呀 我给全世界的 有缘众生 开什么玩笑 人家有缘众生 来找你了 哦 了解了解 你上辈子的 有缘的 有恶缘的 也来了 你还呀 你还得了不了 嗯 母受乳财 自己瘦的了吗 这个样子 还还呢 对不起 师父都看得到你的 嗯 对不起师父 啊 瘦的了 好了 嗯 好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嗯 啊 同修 梦里问一个女人 她是否有一事修成的言论 就是 能不能一事修成 女人回答说可以 请师父慈悲解梦 一事修成 这个女人不认识的是吧 嗯 不认识的 不认识的很简单了 灵性呀 哦 你问她 你问她 能不能一事修成 她当然跟你说可以啊 她愿意呀 那你不停地给她小房子 她 她尽量争取了 哦 那同修要给她 练 小房子呀 她的一事就是在地府呀 哦 了解了解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哦 同修在外面超过半年了 家里的佛台还供着菩萨 家人不信 但是家人却不同意收起来 也没有散香 同修在外地有新的佛台 每天早中晚散香 许同时给老家的佛台上新香 可以吗 就是因为她给老家的佛台上新香 所以家里人都不敢撤 哦 否则妈家里人早就把她撤掉了 听不懂啊 哦 听得懂 你那都放着 继续这么做 做一段时间 哦 只要家里人碰到麻烦了 她家里人就会来烧香 来念经了 哦 了解了解 那是不是拍一张家里造佛台的照片 在新的佛台或小佛台供一下更好 当然了 你有这个条件 你当然多供了 中算风行啊 听不懂啊 哦 好的 感谢师傅准备开始 哦 就是同修 他经常掉头发 想请问一下师傅吃什么比较好 经常掉什么 就是经常掉头发 经常掉头发 哦 经常掉头发 哦 对 嗯 经常掉头发嘛 就 我们说吃黑芝麻呀 还有头皮 不要去拉呀 有的人洗头的时候 拼命抓啊抓 你只能局部的 来回十公分左右 你超过了十公分左右 头皮就会 产生成一种强烈的冲击力 这头皮到时候就会留不住啊 头皮的头发就会脱落的呀 抓头发只能在原地五公分到十公分之内啊 听不懂啊 哦 听得懂 很多人逼得把他拼命的抓 哎 你以为啊 你以为啊 女人也是的 头发这么多 以为头发长了 你抓抓看很快就抓光了 哦 那有一种叫B7 就是那个血化水里面可能含有这种B7的物质 它是不是有力 头发 不会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掉 你要记住了 这个最好自己用了之后自己的感觉是最好 有一有一些东西化学东西太多了 反而对掉头发更不好 还会掉的更多 所以不要随便用市场上的东西 最好人家人家的东西用过很长时间有口碑才用 哦 它那个B7是维生素B7 维生素B7的我不知道 慢慢的慢慢的要看看图腾看看能不能用 反正你记住了 维他命只是一种辅助的 不可能维他命你把B7全部 全部插在头上 它就长出来了 傻姑娘 B7的 B7都没用 何况B7呢 对不起师傅 反正师傅 为开始 礼佛时的第一个七叩拜是否可以每尊菩萨一叩拜 对啊 可以的呀 那第一个 第一个第一 第七个叩拜 你就 你是第一个留 留的第一个叩拜 哦 第一个叩拜 你只要叩拜下去 啊 你心心中想着一个光明 嗯 一团光 嗯 听得懂吗 嗯 然后再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 实际上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讲很多 你反正就照着这么做好了 第一就是一个无量无边的啊宇宙广大浩瀚的宇宙空间 嗯 明白了吗 就明白了就是近期光变化觉得无量无边的宽大空间 就有就就就像我们说啊就像我们说这个这个这个大日如来一样的嗯 哦 嗯 哦 好 了解 感恩师傅 那眼睛看着每一尊菩萨 还是眼睛看着观星菩萨 你拜到哪一尊最好眼睛也看哪一尊呀 哦 哦 明白明白 感恩师傅 有同修早晚给菩萨上香时 一共磕九个头 然后其中一个腿给诸佛菩萨及农天化菩萨上香请阿妈 你记住了师傅叫你们课几个就课几个否则们你就不要不要学心灵法门了 哦 了解了解了解那就还是七个比较如理如画 我不知道 你去问你师傅去吧 是师傅叫我们七个 好了 那师傅已经跟你讲了你为什么还要问呢 哦 对不起师傅 嗯 啊 下一个问题 同修想问有没有天然的植物或中层药能改善雪小板 雪小板 滴少 雪小板 雪业的话一般呢人家说 最明显的嘛就是吃多吃点补血的东西啊 哦 就是菠菜啦 这种东西都是补血的呀 芹菜呢是干净的呀 因为雪小板的话是应该说是生理上啦 心理上都有关系的 哦 一般的很多人都不懂 其实雪小板减少的话失调的话 就是内分泌的失调呀 哦 感恩师傅 那血压比较低的话 血压比较低的话多吃点盐 经常让自己稍微讲点话 不要一句话都不讲 嗯 明白了吗 读白话佛法 读白话佛法 读了之后就开心了嘛 读的很乏气 就是这样啊 读的要激动 激动的血压就高了呀 哦 是的 感恩师傅 开始 下一个问题 自存的消灾吉祥神就大房子可以多点点吗 大房子听不懂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自存的消灾吉祥神就就是有每天可以念就是三百多遍的 什么经啊 这是消灾吉祥神就 可以的呀 你念好了 可以 就是一百零八遍 功课一百零八遍 然后两百七十二遍自存 对 可以的 哦 好 感恩师傅 嗯 那请问百万佛法 莫读也算读诵百万佛法了吗 你要是能读下去就是莫读就有就算读下去 哦 那 那 那如果是超写 每天超写百万佛法有功德吗 有 因为你超写的你也是往心里去记呀 哦 了解了解 你如果喜欢写的你就写 喜欢读的你就读呀 哦 好 感恩师傅 嗯 师傅 同修梦见两个小孩和他们的爸爸一起玩 却不认识 请师傅慈悲解梦 那还不懂啊 两个大才的孩子呀 这还不懂啊 哦 那他就是一个小孩要二十一张 对啊 对啊 哦 好感恩师傅 同修梦见就是 有其他同修就是 让他 做那个燕窝 然后 招了很多那个 豆腐啊 树菜呀 然后 好像最后没有找到燕窝 最后就吃了豆腐树菜 然后另外一个同修就跟他们说 呃 哦 感恩师傅 呃 同修梦到 呃 就是有个小孩要请他吃蛋糕 那个小孩像是虚 虚人 哦 然后然后他梦中好像还拜菩萨 嗯 但是他梦中拜的菩萨 他觉得 这是关心菩萨 但是 感觉好像不是 不像我们的菩萨那么专严 呃 要懂这些道理 嗯 那么 就像这样 其实他这个梦不算坏梦了 嗯 哦 好吗 哦好 就是同修他在 就是他 准备买房子 然后他在嗯 睡觉之前请菩萨慈悲开示 然后就做了一个梦中 吃豆腐还有做法布施的梦 还有一个 对啊 很好啊 非常好啊 那是代表他可以买房子吗 他说 他如果做梦做到吃啊 什么东西很新鲜很干净就可以买啊 哦 就梦到要法布施 梦到 呃 很精进的同修 大家一起开会 然后呃 另外一个同修就叫大家每每天法布施 很好啊 哦 有什么不好啦 梦 梦见 要要法布施吗 就是在改变自己啊 哦 对对对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师傅 您批评一下哦 我刚刚呢 再给你补充一条 哦 学校版减少呢 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有的 哦 他这种东西呢 你饮食上也要当心的 哦 因为要多吃一些高蛋白高维生素 和帮助能够帮助消化的东西 哦 不要去吃那些油炸的东西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消化很重要 消化很重要 因为 因为雪校版减少的话会影响你的寿命的 哦 很多人 很多人经常昏厥 那他是不是要多放生比较好 对啊 他像这种都是和遗传因子啊 免疫因子有关的呀 哦 他主要是 主要是雪校版 在这个 在身体里面被吞嚼破坏呀 他跟他的自己的脾胀啊 啊 这种功能的抗体有关系 所以 有的时候一个人经常发脾气的话 雪校版也会不正常的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此备开始 师傅 我练经质量怎么样 你练经啊 练经到练得挺好的 就是 菩萨说了 有几个字练得不准呢 哦 对不起哦 师傅 我确实练得不准 练得不准 不是练得不准 听得懂吗 哦 对对对对 师傅说的太对了 师傅 师傅 您算是说我那个 发音 发音叼叼的 现在有改变 哦 改变了 改变了 一点不叼了 哦 真的啊 快感恩了 感恩师傅 感恩 快感恩了 你自己听听 看看叼不叼就知道了 听懂吗 哦 我就感觉 师傅批评了 我就 好很多了 哦 慢慢继续改 继续改 继续改 继续努力 好继续努力 那我最近 休息方面 来方面要多做一点 没有什么 好好念经 声音不要再叼 哦 好的 太叼的女人 总归会感情上出问题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好了好了 再见再见 师傅 您多保证 我自己的业绩一杯 同修们自己的业绩一杯 哦 感恩您 好 您多保证 谢谢 谢谢 好听众妹们 因为时间关系的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 感谢听众妹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